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還要忍其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足夕日子 曲納 än 其實因為要這樣騰來騰去 你的身體也不舒服 還有說起來 你現在還在騙不騙聲 浮沛了我的時間 我今天給人 可以這樣說也是的 還有你又在路邊 我儘量像上集一樣 不想你身體這樣 不想你周圍騰來騰去 街上的空氣很灰燭 香港的空氣越來越灰燭 很簡單解釋今天做些甚麼 有一個的士司機 希望可以替他報道一件事 奈何到最後他竟然是蹬太太 不肯上鏡 待會我們會在第二節說一下這件事 但為何我們希望他勇敢出來說整件事 其實整件事是一個很不公平的處理方法 我覺得如果在雙方合作 對這行業也有些公共性 沒錯 我會覺得到現在 雖然很跳皮的陳先生 你也能見到他 有些人在Facebook裡說他甚麼 又說他漆 但他一樣 我要給他很大的關注 就是陳先生是一個很勇敢的男人 他做一個男人應該要做的事 當你被人欺壓的時候 你會起來出來反抗 就是我想說的第二節這位仁兄 你被人欺壓到上吊了沒有天靈蓋 差不多在你面前綁著他 那些東西 AV有一個系列 老姑被人綁著 搞我老婆那些東西 差不多到這個地步了 你竟然都不夠膽起床反抗 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你做一個男人 有一些吉事給我看也好 你就是希望我們幫你 要別人幫你 但你竟然不敢死 自己走出來面對的問題 無論如何 待會我們第二節才會說 好嗎 我先留點火 第一節就輕輕一點 屎提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保持著 今天又有一口氣 我應該要爆出來 等久了 我怕我會吸氣 而且你咳得真的很厲害 我不想太晚走 今天有很多資料要講 也有很多關於的士行業的司機設身的問題 很多人都說 惡如你這樣 甚至有些在海外的觀眾都提出我 為何你弄個節目出來 幫的士人發聲 但我又覺得不肯是 我要照樣子 我也是持平他講一些道理 我很不想明白 我早兩天聽過《啤梨哥》 在《啤梨晚報》裏面說 他也是一個名是你的人 啤梨哥 啤梨哥也是一個經常乘搭的士的人 他跟我的看法都是一樣 我始終都覺得 欺客是會多於欺的士人 因為始終你都要打開門口做生意 你要賺錢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 你要服務人的時候 自然會很少可以賺錢 但是我不明白為何香港人 知道你是開的士 或者你有的士的牌子 自然會很認真 我也是很不明白其中一個奇怪的現象 這個留在我日後有新的節目 《立倫薩的香港人》 去研究一下香港人為何這麼認真的士路 其實他有些行業都很歧視的 講遠一點點吧 好像我有一個朋友做堂官的 有些朋友知道做堂官 立即彈開的 人家有一個善中服務 什麼真正的事 總要有人做 你爸爸死了 是不是要有一個妖怪的老婆 來賓請搶錢 是不是你爸爸不需要這些人的服務 是啊 有些人在說十幾年前 他拍拖見家長知道做堂官也是散的 有一個很奇怪的 香港人我對於一個地方和對於一些人 真的越來越深淡 深淡到一個點 就是覺得你今時今日 你們這些傢伙所受的事情 是完全抵擋你們這些香港人死 是你們作的業 一直加進來 今天你們全部要受 是有原因的 待會我說的那個司機 其實也是在這個狀態上 是抵擋死的 你有沒有說錯 我們經常見不少 但是始終我也是想補充一點 就是的士判官不是一個節目 抓的士路上來鞭屍 我是不敢同意每一個的士路都是黑 我深信有好的的士路 而這群的士路 是需要人家保護 因為始終都是一些弱勢的社群 被車廂欺壓 被車主欺壓 政府又不幫 政府又不敢幫 政府又不敢幫 業界又吊了一盤散沙 而當然不好的的士路一定吊了 也希望藉在這個節目中 有些相關的資訊 令到這群行業中 在服務香港市民的人 可以更聰明 有些新入行的 不要那麼浪勾勾 是的 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是的 我再說了這麼多次 好了 首先有一個新的士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像駕駛的士 都覺得很笨拾 狗哥 都挺笨拾 都挺笨拾 給大家看看新的士的照片 現在叫全新豐田 金豐混合動力的士 即是天然氣再加 石油氣 石油氣 再加電力 有幾笨拾 這東西讓我看看 似乎不是很大 是四人車來的 是的 是四人車來的 現在新出多數 還有福特的車 好像福特車是寬寬 大一點 是的 你只看尾箱 就這樣看就好像很大 是的 看看他可以在輪椅上 下過在側門 因為他是托案門 就可以在側門上 那塊板 但是已經被人吊到飛起了 為什麼呢 可能你熟手的 都說只是放他上輪椅 哦 不是電動寫出來的 不是的 你要在鼻箱上拿著板 搭這條橋 這條橋 但是你熟手都說要幾分鐘 你真的要抄出來 抄完然後搭 搭完之後 客人上去 對啦 你就要收回那塊板 又要幾分鐘收回去 那一下而已 那你只要抄預約 他這條橋沒有預約 一只是試驗 有四步試驗 那我在街上 有個輪椅 和迪鐵探長 阿朗西捷車 在彌敦道那裏 我不會被人撥到天亮 那彌敦道也要看禁區 還有他有沒有禁區子 如果他有禁區子 通常下一個說 如果一些傷殘人 有禁區子 他會好像支票寶寶 是這樣的 他就會 一上車就撕一張給司機 是 萬一他下了客 不知道有沒有阿sir 在那裏 他可以拿這張紙給他 因為這位乘客有禁區子 是這樣的 剛才說一下子 上車 還要下車 我知道 那你上完車 你也要把板擺到尾 那又要幾分鐘 總之有人通通 和熟手都要15分鐘 全程 客人上下 即是7分鐘上車 拆板 下車的時候 上板 下車 然後又拆板 對 他說 總之做全套 客人上車 下車都要15分鐘 這個也不要緊 始終在台上都沒有什麼 都走了 那些 香港人要坐輪椅 佔整體人口 坐的士裡面的百分比 都不是多 不是那麼多 如果又不是故意做那種 沾著做的佔的預約 那問題也不是太大 反而我見到尾箱 好像有點搞 是的 尾箱因為它是揭背式 我們現在都算是可以 結背式一定要拍實 不能我們現在拉繩 現在有很多人 有很多貨車人 那些就吵我們 怎樣去托起 李錦 其實只要我們是車牌 不受影響 那我們 不要遮住後面的擋風 是 那其實 其實 阿sir 都明白的 他說 你一定要拍實的 不能拉繩 那這個空間就是限制 我聽回來 就是 如果大行李 剛剛兩隻行李 兩隻大空間 就勉強塞進去 OK 但你要放多一點 都可以 但你要犧牲後排座位 哦 那就是坐了兩個人 是的 還有 剛才說的輪椅 現在是四人車 是 你推了輪椅 輪椅的乘客 就牙領了兩個位 通常我在街 我目測 如果那些老人家搭輪椅 通常一個孝子賢孫 再搭輪椅 起碼要三個人 是 如果是要搭輪椅 因為那張輪椅 都會牙砸的 他就要犧牲兩個位 就放一張輪椅 明白 好 回來 九哥 你有幾個行家 駕駛過這輛車呢 有個行家的手足 昨天跟我說 他就說 哇 打算有新車來他駕駛 咦 那有些車行 找你的老人家笨賊 厲害 不停叫你們去進貨 暫時就有 暫時就有 所以這陣子就有些 想轉車的那些車主 先看好一點 說回來 那位師兄 駕駛了一天 就馬上出事 你想想我 我駕駛了那一輛情願 竟然就吹一聲 爬過頭 不會是很努力的 但是你想想 只有一個年輕人 一個老爸 你竟然跑一條車 你真的無地自容 其實我反而衍生了一個問題出來 想問一下九哥 那誰決定入這些 按鈕車進來的呢 是車行 還是車行 和生產商打龍通 逼你們這些按鈕 其實大家都有的 因為這輛車 其實現在是最普通的版本 我們知道 在日本是高級型號的 但是你知道 日本真的好東西不是什麼 大和民族的東西 好東西 出口的 有錯 逼你們這些資大人 對 他那一隻高級性能就好很多 這隻首先 現在一般那些 還有一句 人家好東西當然是貴 你們這些賣賣 怎麼會捨得入 是啊 對 對 還有好東西也沒有實用 這隻首先 它是一個 現在我們一般的市面車 就是2.02千cc的氣缸 夠不夠呢 OK的 是OK的 但為何會這麼流 剛才說上紅綿道 比5座位都過 5座位都是2千 現在的4座位都是2千 但是這隻新的金鋒 只有1千5 哦 是啊 明白明白 在說Ford那隻是2千5 是 你想一下 看數字已經知道 但是有一個奇怪 我自己是坐過Ford Ford Ford給我那一輛車 最大的那個 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是他在那裡 打電動門 打電動門關閘 打電動門 這些都是的 而且經常被人搓爛爛 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們是電動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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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快 上了車 你能走的味道 關門 關門 啊 行的車嗎 還沒關門 還要下車 要下車 咦 趕時間 趕時間 趕時間是 所以有些司機醒目 就直接看到有客人 腦袋在腦袋 馬上開門 可能怕它一搓爛就要回原廠 最慘就是 你街上的車房沒有 一定要回原廠 但為什麼Ford那輛車又不是那麼受歡迎呢 好像你說 聽到現在這輛車那些人 那些人又是一般的 因為收好那件事就麻煩了 是啊 因為它的連結又要大一點 又要闊一點 那些車主也聽到 你這輛車自然貴 還不一定要買原廠的東西是嗎 是啊 因為它全部寧願都可以原廠的集廠 一定沒有 整條門 整條輪圈 一輩子都要回原廠製造 你要明白我回原廠製造 那麼多車 你說你馬上進來就有什麼 分分鐘快的就一間 沒有一間 有兩間都不齊的 你要排隊 尤其是晚上 那現在全香港有多少架Ford呢 應該最少超過200架 那現在那輛車主不正在吵架 但是因為它是 車廠和Ford那邊的車廠 可以說是一個研發 以及一個大家試驗的 試驗剛剛香港用的 所以它在廠製造的維修 負了很大部分責任 就是給你們一個抵抗 差不多是它負責了 那你有沒有駕駛過Ford的車試 我沒有駕駛過 有沒有老友試過 有有有 我駕駛過 我也覺得損行的 駕駛過也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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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輛車是OK的 但是沒有你說到這輛這麼流 剛才是豐田金豐的 這輛車真的流 你聽過數字都知道 剛剛早上兩個星期就出了一份研究報告 的士發展的 你會放在我們的群組裡給人看 的士議會 有 我已經叫了介王 放到Facebook那裏 Fanpage那裏 大家都可以 因為沒有很多字 我沒有在那裏說 都說了一節回來 麻煩各位朋友 上我們Facebook那裏自己慢慢看 沒錯 我也是那句 其實這些車 稍為在香港駕駛過 知道香港那麼多斜路 知道香港那麼繁忙 經常要停車 停車開車 對 你都知道如果去機場 現在你給Uber 給GoGo Van搶生意 就是你擺不到行李 其實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 又在那裏 為何那些傻瓜人還要進這些車進來 我真的在拘捕頭 因為他就說這個是環保的 環保 細細細 但是有時候做生意 不是這樣 對 你就是被人搶了這些生意 GoGo Van就進了你的位置 我經常都說 我個人認為Fog那裏是可以做藍本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大家看能不能改良 那些 還有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一句 我是堅持你的的士行業 怎樣都要留下五人座位 四人座位是屌你大人王的 最多 當時有人說過 四人座位是錯誤的Marketing策略來的 我記得是早大約十多年前 政府還不知道那些什麼顧問公司 整個這樣的招牌 擺在平台購你們 你這麼討厭 算過數 這樣 但是可能他猜不到 現在香港人 旅遊開始 出外旅遊多 需要 這件事 他可能不知道 當年十幾年前 可以計算的 你五個人上車 你分享的 那些的士錢 有所謂的 但是你四個人 你幫人搭兩架車 那又不想怎樣 早十幾二十年前 很久了 我聽一些老行家說 有人提議 是六個車 但是最大的阻力就是16個 16個 抗議都很小 當然了 16個是你親建制的 當然 你這麼多人 因為現在16個都很難生存 如果你再計算一下 好像觀塘出旺角 不知道是9元 那你想一下 如果六個人 那我坐的士 6636 你出旺角 可能每人給多 都是七百元 我舒舒服服 不用等 但是為什麼現在 你業界不申請 希望可以入到五人車 其實五人車 是不需要申請的 但是沒有人入 是車廠那邊 是車廠那邊 是啊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你是少了 你的數量少 多你就要改發例 要改發例 譬如現在五人 不可以多過五人 五人轉六人 多了你就要改發 那我保持五人也不能想 車廠 車廠不出 就是不知為什麼 如果有業界裏面的老友記 解答到我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懂 我只是學習一下 我始終覺得 五人車對市場 是比四人車好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那當然是好一點 裝得多 是不是 你的生意也做得多一點 正如上集阿羅少說 因為市場不是那麼大 車廠不是那麼注重 是的 首先我們不可以自行研發 你想想想兩個小孩 一個姐姐 女老母 五個 香港的家庭組合 是的 這樣的組合 已經五個人了 Anyway 剛才我們坐車 有一個的士司機 很有趣 是一個開車都閱讀的的士司機 挺好的 很有文材 我很喜歡看文學 是的 還有每時每刻 一到這個塞車的時候 他就立刻要閱讀一些文章 很有趣 但是你看看這張照片 你看看他看什麼文章 這個不看小說的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玩 他這個是張果佬 道騎奴 現在有的士司機 道騎iPhone 道騎iPhone 很緊張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裡面的文字是怎樣 你看到下面的巴 那個Banner Ad 這些可能是附近的媽媽 需要性愛的 我們那時候 我坐在後面看見 還懂得動 是的 震動一下震動一下 而這位老友 我拍的照片的時候 其實大家說真的 給白一點大家知道 其實他看了鹹雪 鹹雪小雪 鹹雪小雪 即是以前龍虎爆 是的 當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強硬把螢幕 撞大了 是 然後調轉了 對我們不知道 當然我在歷史裡面 會不停在吵人 但是吵人之外 我也有眼關七 知道他要做什麼 看他的文字 就是一個無用用的 不知道什麼的事 是的 非常之柔順的模法 跟著熱情如火 水濕散散散的那些 即是用一些很有文彩的東西 寫好色的東西 這個司機 我也覺得你很厲害 為什麼我們扯著旗 駕車看鹹雪小雪 有幾個小朋友進來 或者有一個太太 情何以堪 你說 是的 都很好奇 尤其是有些 剛剛讀小學的那些 對 那些中學生 認識字 認識幾個字 問媽媽 咦 什麼叫床面咬借 不是 看到很忍辱的時候 啊 熱辣辣的熱排肉排 政府插入濕滑滑的小洞之際 小月裡 傳來這個散散的水星 朝著舅母的一陣陣的嬌喘 侄子不得已解除身上的束縛 看來看來看來看 興行合國的時候 突然就在前面撞車 你不能炒車 我吵起老妹 先回來 你作為一個的士司機 你覺得你應該看這些書嗎 如果你說你不是在客 就沒有人理你了 老實說 那你在的士站等著客 又或者躲在蛇王 你喜歡看 有二人在這幻非 我也有救你 但是你在開車 尤其是這些 我們剛才也說 有些小朋友識字 又尷尬 即有時候我都 你問我有沒有 就不要在開車看閒片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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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士人 我又怎樣呢 有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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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一個士人 你什麼意思 是啊 看不出來 好微好笑 因為狗哥 你這麼男色的 就是這樣 免得這麼尷尬 始終你還是在做服務性行業 你做一個在路面上 非常專注 你看這些 老實說 老老實實 大家都是馬路 一定會比較緊張 還有其實很簡單 你按一下空掣 馬上彈走 是啊 你不肯定 他是在追 看看有沒有射進 有沒有體內 一邊不停的 追著 追著 看著 隨體褲 跟著摸無容的地方 看著他 看著他 不斷滲下去 我跟著你追看 還有他可能遠距離 是 他突然抹大些字 是啊 只要你老明 怕死體留一個字 OK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第二節的的士判官